自己打出這樣的成績 我想我還是滿意的 尤其是在這裡 來到海線之後 我想收到盧秀苑市長 媽媽市長的一個強力的支持 以及在台中這個區域立委之間 我們互相的一個合作 F4裡頭 我想F4加菜 那就上了三席 我想我們成績應該是算很好 但是在這裡呢 我想我讓大家失望了 那這個是我要深刻的檢討 那我也會再繼續努力 那這次票數比較像 比較緊要 那下次有要再挑戰嗎 有在海線 當然我就是在這裡深耕 那就是會繼續挑戰下去 那我們有依照布局 因為本來是說賈安普可能要全拿下 那目前就是根據你們了解 票數方面分佈的 預計要拿下去有不少 賈安普 對 原先是比較有把握的 那目前看起來是 大安跟大甲這邊 就是 這邊算是沒有全部拿下來 我想這個 我們會深刻的去檢討 我們之後要在哪裡再更加強 那也許我對於這個海線市民們 我想我需要跟他們有做更深的一個連結 那讓他們更認識我 也能夠更支持我 我想這個是我自己要去檢討的 這個 大家都辛苦了 剛剛有支持者喊著說 像您選市長這部分會考慮嗎 我想還是先深刻的去檢討這一次 我們哪裡做的不好 那哪裡做的不好 哪裡需要再加強 那作為下一次 我們就預備下一次 那但是我想對海線這邊鄉親的一個選民的一個服務 我想我們就從基層的服務開始做起吧 想問一下 因為清水是最大的票倉 那目前我們清水的這個票率怎麼樣 票率剛剛 欸 因為 好像所有的那個票規還沒有完全報回來 所以目前還不清楚 那 因為蔡其昌護院長他已經宣佈他當選了 那我們想 我們也尊重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最後還是以那個中選會最後的結果再來看 如果票數很捷徑的話 會要求演票嗎 嗯 我想那個 這個還是要有那個運動家的精神啦 那 敗了就敗了 我們尊重這個大家選民投票的結果 那我們有跟候選人這邊做聯繫嗎 還沒有 因為所有的票規還沒有開出來 我想我會跟主席報告一下我們這邊的狀況